据列治民欧报的报道 在列治民市已会讨论 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期间 外面聚集了大批民众抗议 一名白人女子 因涉种族歧视言论而引起争议 他在列治民欧报承认自己言论不当 解释自己曾经毒瘾康福 希望为因毒品身亡的人罚声 而列市市长表示 尽管卫生局表示不会设立安全注射屋 但会继续探讨对策 另一边 市已云勾扎光对事件表示关注 夫虚调查评反对把此事视为种族问题 既警虽谴责仇恨言论 但指现场无形是犯罪发生 夫若社会不应以种族角度看待此议题 强调种族主义对社会毫无益处 据加拿大雅府的报道 加拿大经济正面临严重挑战 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经济观察家的共识 加拿大轮胎公布的第四季度财报显示 利润和收入大幅下跌 反映出加拿大人越来越无展 亦越来越不敢发展 高利率导致生活必须支出上升 非必须消费品自然成为省前目标 加拿大零售业已经感受到压力 11月份全国零售额还比下降 而新一轮财运潮 包括Bell,Enbridge等知名公司 令加拿大家庭更加担忧 科技巨头如谷歌,Shopify,Facebook 亦宣布财运 零售业分析师指出 高利率和失业风险使消费者更加谨慎 加拿大央行为了对抗通胀 已多次上调利率 但借对家庭支出造成重压 加拿大之商会预计 家庭支出将继续下降 面对经济压力 加拿大可能不得不降息 以减轻负担 副总理方惠兰暗示 新预算案将优先考虑创造降息条件 显示政府认识到高利率的社会负面效应 据Global News的报道 在加拿大 元邦夏议院研究食品介格的委混沽正敦 促罗和旅以马两大集货店龙头 尽快签署自愿食品集货限界准则 否则可能会面对立法强制执行的风险 在周五的一封信里面 委混沽向两家公司的事又表示 立即实施这个准则是解决食品行业问题的必要步骤 如果他们决定不参与 委混沽准备建议政府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 旅以马同乐乐都表示 他们不会签署目前起草的法规 警告可能度 至加拿大人面临更高的价格 该准则指在为供应商和习货商之间的谈判制定一套公平交易规则 支持者表示 借有助于为供应商和小型习货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如果魔法达成协议 委混沽已经表示会建议立法 以确保所有行业参与者都签署 联邦农业部长表示 正直级研究所有可能的联邦算项 包括立法 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 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疲远 尤其对年轻人影响甚大 许多人甚至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 2023年1月 15-24岁族群的劳动参与率跌至62.7% 比去年4月份跌了3个百分点 年轻女性的参与率下降更甚 从2022年初的大约67%降到62.5% 是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 不计疫情最严重几个月 目前 约有190万青年人未参与工作 其中6.8%的人想要工作但没出去找 比2023年1月的5.8%高 多数人以读书为由不去找工 青年失业率为10.8% 虽然按历史标准来体仍然算低 但比2022年夏季的9.3%高 加拿大王家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 学生同应届毕业生占失业率上升的大部分 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因为专业服务和金融工作等行业的招聘需求大幅下降 令很多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 这次劳动市场放缓与过去不同 主要是因为招聘放缓 而非增加财源 根据多伦多城市新闻的报道 安省正面临家庭医生严重短缺 对本地华人来讲 找一位港中文的家庭医生更加难 墨西沙加的华裔家庭医生决定在5月31日删门大吉 令约1000名病人 将要加入数百万寻找初级保健的居民行列 令医生做了29年家庭医生 主因是文书工作太多 令他身心俱疲 每周要花25个小时处理报告 迫使他将体病时间由4日减到3日 由于安省医保系统每次给的钱不够 医生连入大约6万家元 预算不够聘请行政助理 终于做不下 他担心的是他的病人 包括照顾108岁母亲和生病丈夫 医生的离开 令寻找新家庭医生变得更加困难 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 安省医学协会估计 目前有230万安省人没有家庭医生 福特政府已经成立职业过劳工作组 推出患者优先于文书昌疑 希望减轻医生的行政负担 令医生希望这些变化 能对未来的家庭医生有所帮助 根据Richmond News的报道 一名住在列治文的华裔孕妇与他的儿子 因为医生疏忽导致儿子早产 并出现严重医疗问题 但法庭驳回了他们的诉讼 Richmond在2016年向悲思省 最高法院提出诉讼 指控列治文医院的 妇产科医生Louis Rebecca Rivera 李声称 如果能早点接受治疗 他儿子早产的风险或程度可能会降低 2014年11月30日 当李发现出血后 去了列治文医院 Rivera接待了他 做了各种检查 之后说他可以返家 根据医院记录 第二天早上 李至少两次感到下腹痛 告告更多的竞联同出血 随后返到医院 这个儿子在下午2点左右出生 之后被送往卑思省 儿童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度过了六个月 出院前经历了六次手术 法官E.William Venistra 在2024年2月13日 发布的《裁决》中写道 由于出生时 只有25周大 李的儿子患有该年龄段婴儿的 典型并发症 患患有胃腸道问题 法官最终得出结论 原告未能证明Rivera医生 反左对立的照顾标准 并驳回了诉讼 好